开海追仙 鱼货买汤 靠海吃海的人们 迎来了新一轮的忙碌与收获 海水与汗水中的咸味与鲜味 都是他们的人生矿味 听高崎渔市 看海海人生 开渔后的第二天 厦门高崎闽台中心渔港 等来了第一条归港的收仙船 它从闽南渔场的捕鱼船上 转运回了满仓的第一口鲜 多了 多了 还有10吨 新鲜捕捞的鱼货 将快速从船上卸下 运往旁边的批发市场 这位大叔就是这条收仙船的船长 他叫周海健 从13岁开始就跟着父辈出海 行船走水36年 如今他已年近半百 一年终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都是在海上度过 摇摇晃晃的生活 老周门口习惯了 我们这五六个人就 就围一个桌子吃 都跟我们家的一样 摇了也是吃 风来也是吃 都一样 这个就是我的驾驶室 开船的就是 靠那个仪器啊 这边就有休息室 老周说 开船和开车差不多 平的是经验 求的是平安 快快快下一个 对 我们在那个吴玉岛那边 昨天晚上风真的很大 但是当我们没开船 我们是跑马在那边等 等那个风过去再出去 没有平安 哪里弹钱 弹钱我用嘛 反正高山机出去 收鱼啊 高山机回来 有算没赚 换紧就好了 等这批鱼货装车上岸后 老周又要重新起航 他说 下海这件事 他应该还可以再干二十年 但他希望下一辈 不要再接自己的班 我们三代都是下海人 到现在我就不让他下海人 我说下海辛苦 太辛苦 每天傍晚的六点到四日的 清晨是高崎鱼港边的 夏商水产品批发市场 一天中最热门的时段 这个档口的两个年轻人 看起来不太像 经验老道的于世人 其实我老婆原来 都没有来帮忙的 其实我也不舍得她来帮忙 因为这个活很累 我说我们两个人 我在搬你的同时 你也在心疼我 我说这也是一种幸福 他们是一对夫妻 尽管是九零年生人 但已结婚十年 膝下有四个孩子 丈夫郑守荣从大学时候起 就帮着家里人 在这里打点生意 如今已经在于世里 摸盘了十三年 买房还贷 养儿育典 他曾一个人靠着于世 这部国撑起了一个家 不是可能多孩也好 包括因为孩子读书的事情 买了房子也好 吸引爸爸所有事情 积累出 让我要比残人 花更多的事情 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精力 甚至要赚更多的钱 来面对这些 要不然我抵挡不住这些事 但是对我而言 是压力 但不是那种 让自己闯不过去的 就是这种压力 是让自己 更勇敢往前走 的一种动力 丈夫的辛苦 妻子黄志华看在眼里 没等家里最小的孩子断奶 他就要求来于世帮忙 出来上班了之后才体会的 他有多么的艰难 确实这十年 我说十年前 我为了家庭 为了小朋友 那十年后 我是为了让小孩子 有更好的生活的环境 我愿意出来奋斗 愿意跟他一起去拼搏 一起把这个家经营得更好 一切会越来越好的 业已深 于世里讨生活的人 还在有条不紊的忙碌着 除了传统批发买卖 这两年 市场上有不少人拿起手机 用网络直播开拓销路 猫哥晚上好 猫哥你要不要挨我一次 要不要买点鱼买点虾 我老婆是厦门的 我是广州的 我老婆不喜欢广州的天气 她觉得广州太闷热了 我没办法 我就从广州跑来厦门了 但是我到厦门 我闲得没事干嘛 因为以前我在广州也是做淘宝的 我觉得卖鱼也挺好的 反正厦门也是一个鱼缸嘛 就这样子跑来卖鱼了 这位先生叫王诗义 2019年才开始在高级的仁市 做起直播生意 最主要是那个时候 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海鲜嘛 比如说这个鱼叫什么名字 从一窍不通到慷慨而谈 王诗义和搭档 硬是把鱼式直播间吃了下来 轮到中年 从零开始 在她的谈笑间 似乎也没那么难 反正不卖鱼反正觉得会无聊 反正好不好卖是一回事嘛 可以跟直播间的人聊聊天啊 吹一吹啊 还是挺好的 小冤枉啊 我今年的小冤枉 就把去年的亏空给填上 今年的海鲜大卖 下半年再不大卖 就真的就一年就完完了 于是里灯火可清 照亮了这里忙碌着的人们 也照亮了他们的分头 当美味海鲜摆上千家万户的餐桌时 我们可能不曾想到 这背后经过了多少人 多少双手 又有多少故事 浸着海水与汗水 藏在了高期日与夜的海风中 沙漏水与阿玑雅 沙漏水与汤 沙漏水与汤